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上 提起忠臣或奸臣 大家脑海中 普遍都会出现相扶的人物 但若说 四中四肩 即中且肩的人物 恐怕一时半会儿 难以对号诸作 这两个看似互斥的品性 真的能够同时出现吗 事实上 的确有着这样一个人物 他对自己的主公 忠心耿耿 致死不渝 然而 却一手造成了自家势力的败亡 实在难辨中间 此人正是沈沛 沈沛自正南 冀州魏军人 年少为人慷慨忠烈 重视明节 中平六年 西北军阀董卓 入主京师 独断朝纲 为了收拢人心 他简拔大量名士 担任地方要职 河南影川人韩复 被任命为冀州牧 韩复启用的人才中 有部分属河北各州籍贯 沈沛即是其中之一 沈沛早期世纪无从考证 但从他和同样性格刚直的填锋 都不得重用的情况看来 大概不是什么紧要之物 当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了 沈沛不得韩复重用 除了自身性格原因外 还和韩复有意压制河北人士有关 韩复是外州人 担忧河北土著不为其所用 因此大肆招揽 影川郡的乡党为自己效力 比如郭土 郭家 巡臣 新平 新皮等 军属几列 政治资源有限 韩复利用影川人士 压制河北人士 沈沛 田丰等河北人士 自然不会得志 不过转机很快到来了 初平二年 因为先后与区役 公孙瓒作战失利 肃性匡切的韩复 顿时慌了阵脚 此时渤海太守袁绍 暗中连接韩复的手下 巡臣 高干等人 向韩复施压 韩复庸禄 认为自己各方面条件 远训袁绍 于是听取巡臣 择贤而让的建议 将冀州拱手让给了袁绍 袁绍不费一兵一卒 就轻易得到了号称 钱梁广胜 代价百万的天下第一大州 有韩复的前车之鉴 袁绍在执掌冀州之初 就大力重用河北土著名士 审配因此得到出头的机会 被袁绍以为心腹 不但协助袁绍处理行政 财政 军事等方面事务 并且总领袁绍军中幕僚 在袁绍的阵营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建安四年 袁绍消灭公孙赞 虎聚 济 清 幽 兵 四周之地 俨然成为北方最强势力 与此同时 曹操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 不仅拥有奉天子 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 也大体上稳定了河南的局势 成为袁绍问鼎中原 进而一统天下的最大敌人 一山不容二虎 双方决战不可避免 袁绍对曹操深感威胁 集结大军 准备避其功于一役 南下直攻曹操的大本营 许多 当时 袁绍仗下谋士 对此战意见纷纭 居寿和田丰认为 袁绍虽然灭亡公孙赞 但百姓和军队都疲惫不堪 不可轻易大举出兵 应该向皇帝献结邀功 取得名分 然后调整内政 充持仓饼 进而提兵 屯出黎阳 勤修战备 期间 分且惊奇 骚扰曹操边境 使曹操疲于应付 不得安宁 三年时间 必能将曹军拖垮 再以整体实力 全面碾压曹操 沈佩和郭图 却深不以为然 认为袁绍兵多将广 胜过曹操 而且 军队战斗力 经过考验 应该趁热打铁 立刻挥师难征 如果现在不出兵 等将来曹操势力继续坐大稳固 就难对付了 居兽和田锋 据理力争 强调曹操奉天子 以令不臣 是义兵 几方刚刚消灭 公孙赞 尽管士气强盛 却是交兵 以交兵来进攻义兵 出师无名 有违道义 更何况 曹操法令有度 三军用命 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 依然主张 袁绍慢慢来 沈佩和郭图 再次反驳 田锋和居兽的观点 认定曹操名声恶劣 堪比下节 咒网 几方难征 出师有名 而且 如今 将帅奋勇 军事昂扬 如果不及时抓住时机 早定大业 誓久 必生变 居兽和田锋的建议 尽管稳妥 却没能做到 随机应变 客观来看 不当事后诸葛亮 无论军寿和田锋 还是沈佩和郭图 两种观点 都有道理 只是极为自信的袁绍本人 显然更加倾向于 快刀斩乱麻 所以最后采纳了 沈佩和郭图的建议 静安五年 袁绍和曹操 各率大军在关渡对峙 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袁绍手下谋士 许优提出 派遣偏师 偷偷抢走皇帝的棋策 却没有被袁绍采纳 恰好坐镇后方的沈佩 以许优家族犯法为理由 将他的妻子儿女 关押了起来 致使许优一怒之下 投降曹操 并出卖袁绍军中消息 致使袁绍最后一败涂地 尽管许优史称 凶淫之人 性行不纯 为人贪而不治 但沈佩揭发许优罪行的行为 也并非出于公道正义 因为沈佩家族和许优家族的性质雷同 都是贪婪成性的豪族 两个家族在追逐利益之时 或多或少会产生矛盾 沈佩以不法为由 处置许优家人 显然私心大于公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 沈佩这一举动 和他专而无谋的评价一致 可谓导致袁绍关渡之战 失败的间接原因之一 建案七年 袁绍去世并未历后死 按照古代宗法制的原则 长子袁潭应该成为河北的主人 可是袁绍生前却偏爱幼子袁尚 长洞费长利幼的念头 但由于死得突然 没来得及指定袁尚当继承人 当时一众文武都觉得 袁潭是长子 想要拥立他 但袁潭对沈佩家族的奢侈作风 多有诟病 沈佩担忧袁潭上位后 对自己不利 而且害怕支持袁潭的同僚 欣平 郭土等加害自己 因此抢先一步 交致袁绍一命 在夜城拥立袁绍的第三子 袁尚为主 将生米煮成熟饭 袁潭不能继位 只能自号车骑将军 驻军礼养 姑且不论之前打击许优的动机 沈佩这一交致袁绍一命的行为 可以确定完全是出于私刑 而沈佩也凭借此拥立大功 得到袁尚的信任 静安七年 曹操率军渡过黄河 攻打礼养 袁潭向袁尚求救 期望袁尚增兵驻战 淳王齿寒 袁尚既害怕曹操干掉袁潭后 再进攻自己 也害怕袁潭得到士兵后会壮大力量 私存再三 留沈佩驻守夜城 自领大军救援袁潭 足见袁尚对沈佩的信任 沈佩能从袁绍留下的文武中脱颖而出 成为袁尚首屈一指的心腹重臣 政治手段确实了得 袁氏兄弟虽然捏着鼻子联手 但依然被曹操击败 袁氏兄弟退回夜城固守 曹操听从郭家的计策先行撤军 等待袁氏兄弟自相残杀 果不其然 曹操离去后 袁潭要求袁尚 赠送铠甲和士兵遭袁尚拒绝 欣平郭图挑唆袁 袁氏兄弟在夜城外大战 结果袁潭战败退往南匹 沈佩这时还不忘写信责备袁潭 言语极为严厉 导致袁潭得性怅然 登城而泣 后来迫于形势 采纳郭图的建议向曹操投降 沈佩拥立袁尚又挑拨二袁 致使袁氏兄弟一家之中又分二党 客观上为曹操平定河北各州 提供了方便 实在称不上是豁达明智之举 建安九年 袁尚率大军攻打袁潭的大本营 平原国 再次留沈佩镇守夜城 又让大将苏游辅佐 袁潭迫于压力向曹操求援 曹操领军驻扎在环水 准备进攻夜城 唯谓救赵 苏游暗中投靠曹操 但因密谋泄露和沈佩在城中交战 失败后逃走 夜城从袁绍时代就屡家修缮 城坚梁足 不亦攻取 同年二月 曹军抵达夜城后 上驻土山下挖地道 发动全面进攻 沈佩在城内挖掘嵌防御 袁上的部将银凯 驻守茅城 维持从上党和夜城之间的两道 到了四月 在沈佩的调度指挥下 夜城战士毫无进展 曹操刘曹洪继续主持攻打夜城 亲自率军攻占茅城 断绝夜城的军粮补给 之后又去进攻 驻守邯郸郡的袁绍部将 举胡攻陷邯郸 消灭了夜城北部后援 将夜城彻底变作孤城 沈佩部下有人意志动摇 和曹军暗通款区 打开夜城小门 让曹操的三百多士兵进城 但被沈佩察觉 从城上推下守城大石 将这些草军砸死 可见即便困守孤城 形势危急 沈佩还是没有半点屈服的意思 五月曹操强攻夜城 始终没有成果 于是放弃之前的土山和地道 转而开凿豪沟 包围夜城 下定决心要把夜城困死 豪沟围圈达四十里 最初故意挖得很浅 看上去好似可以轻易越过 沈佩白天见了并不放在心上 曹操的障眼法取得效果 等到了晚上派更多的兵士 趁夜色开挖 一夜之间挖成广度二丈 深度二丈的生蚝 把漳河之水引入豪沟 对夜城实行了全封闭的包围 随后曹军围困夜城直到八月 哪怕夜城城高壁厚多有屯粮 但半年下来仍然不可避免陷入缺粮困境 城中饿死者过半 期间 袁上得知夜城岌岌可危 率领一万多人从平原回救夜城 到了距离夜城十七里的浮水 举火是已城中 沈佩在城中也举火回应 沈佩接着派兵出城 想要和袁上联手内外夹击 攻破曹操的围困 但被曹操击败 袁上在张水沿岸下寨 很快被曹军包围 袁上害怕派人向曹操请降 曹操不答应 袁上被迫逃奔 曹操趁势追击 袁上的部将临阵倒戈 全军彻底溃乱 袁上仓皇逃往中山 随行滋重乃至随身应兽 服劫 辅驳和衣服物品都被缴获 曹操将这些战利品展示给夜城的守军 城内守军意志沮丧 但沈沛仍然下令死守 在曹操出来巡视围城情况的时候 甚至差点利用埋伏的弓弩手将之射死 战事到了这个阶段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内无粮草 外无原履的夜城被攻破 只是时间问题 沈沛自己虽然想要死战到底 但他身边人并不愿意陪葬 沈沛的侄子沈戎 负责防守东门 他见夜城已经穷途末路 夜间打开城门放曹军进城 沈沛见大势已去 做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派人先杀了政敌 心平心皮全家 然后才组织人手 与曹军进行激烈巷战 中英寡不敌众 为曹军深情 勇猛凶悍可见一斑 曹操此次攻打夜城 动员了不少文武精英 可以看出他对此战的重视程度 叫关渡之战 由过之而无不及 沈沛在外有强敌进攻 内有叛徒倒戈 加之城中缺凉 袁上败亡 冀州无主 军心黄黄等不利环境中 苦守孤城长达六个多月之久 不仅反映了其人的谋略与坚韧 更显示出沈沛对袁上的忠心 确实称得上中流砥柱 心疲未报家仇 在沈沛被押去见曹操的路上 拿着马鞭鞭鞭打辱骂沈沛 沈沛对骂不止 冀州市人张子谦 先前投降了曹操 向来和沈沛不睦 前来嘲笑沈沛也被喝止 沈沛被押至曹影 曹操十分怜悯沈沛的忠烈与才能 有意劝详 故意向沈沛透露沈荣氏内应 沈沛毫不在乎 曹操又问城中公奴为何如此之多 沈沛说只恨还太少 已然硬气 曹操重视沈沛的才干和气节 有意留下沈沛 但心疲在旁嚎啕大哭 希望肃杀沈沛 告慰满门亡魂 曹操无奈只能将沈沛斩首 临行前 沈沛认为原上在北方的中山国 面北而死 曹操连其忠意 将遗失关烈葬于陈北 纵观沈沛一生 颇为复杂 他忠于原氏 生是原氏臣 死为原氏鬼 死守夜城 何其顽强 慷慨负义 何其悲壮 但与许优逐利 最终导致乌朝被烧 援军败北 与新平 郭土等人争权 导致原氏兄弟 同事操戈 原氏最终灭亡 他实在难辞其咎 那么沈沛到底是忠臣 还是奸臣呢 相信大家 以各有分晓 欢迎留言讨论 还有 COM 紫道 似乎 紫道